至今陈晓明仍然选择并不出面 我们的记者独家访问了他的女儿 目前他在新北市担任国小老师 事发之后他几乎一整天待在办公室 连上洗手间出入都戴着口罩怕被认出来 面对媒体的询问 他跟母亲陈晓明一样很有默契 对于任何问题都闭口不谈 有记者问到他陈晓明要不要对外说明 他的女儿似乎知道些什么 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绑着马尾身材瘦小 他就是陈晓明的女儿 是一位国小老师 他上厕所也戴着口罩 在办公室也戴口罩 似乎怕被人认出来 一提到妈妈陈晓明该不该出面说明 女儿似乎欲言又止 眼神藏不住诡异的微笑 难道是对詹姓高中生虐死案知道些什么 日月民工事件发生之后 在校方的安排下 陈晓明的女儿几乎一整天都待在办公室 一到下课时间赶紧东西收好 离开学校 显得很低调 因为他也被爆出 曾经见过被虐死的被害人 还在日月民工教过舞蹈 就看过这样子 之前他有教你们跳舞 有教过 就那时候詹同学被关在墨园 18天他都知道 就连出门到学校工作 陈晓明的女儿也是安全帽 戴口罩包得紧紧不露脸 在板桥这间公寓 就是妈妈买给他的 母女两人和邻居很少互动 在当地根本是个谜 有的时候也只透过学校发言 不断搞神秘 留给外界更多疑问 记者综合报道